然后勾到这条边 中间还是八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到这个角度取一下记要扣 穿到这里勾 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往上胶口 还是这个孔勾一个短针 那就到这条边 中间还是八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到最后一个拐角取下记要扣 穿过去勾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还是这个孔 勾一个短针 这样这个拐角就勾好了 结尾呢还剩四针 把这四个短针勾完 一 二 三 好最后这个记要扣取下来 第四个短针 在最后一针上挂上记要扣 和这个第一针连接起来 穿到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引把针连接 然后拉紧 好 这样这个第五圈呢 我们就勾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纸片 勾的时候可以给它稍微的去整理一下 大家勾完之后 你从表面上看这个线的一个纹路呢 它这个里面正方形 可能是像这样稍微一点倾斜 这个没有关系 是正常的 我们只要勾的这条轮廓 这条边呢是一个正方形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这个第五圈呢就勾好了 现在看一下这个纸片 这是我们第五圈勾好之后的这个效果 那第五圈在勾之的时候呢 开始的时候是勾了四个短针 然后勾这个拐角 拐角处的勾法呢都是一样的 一个短针两个辫子一个短针 然后到中方形的这条边呢 中间勾八个短针 然后勾这个拐角 这条边的中间勾八个短针 然后勾这个拐角 这条边的中间勾八个短针 然后勾最后一个拐角 到结尾处呢再勾四个短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圈的这个编制规律 正方形的每条边呢 它这个帧数都是一样的 这里因为是这个拼接的地方 所以开始的时候勾了四个短针 然后这一圈结尾呢再勾上四个短针 它加在一起和边上的这个帧数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勾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边勾边去检查 自己呢就可以发现这个规律 如果说你勾的时候帧数对不上 那就是勾的过程中呢出错了 自己又可以及时的发现 去检查一下 好 那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第六圈的勾法 首先我们还是先勾一个变的针 作为短针起理针 取下第一针就要扣 开始呢是勾五个短针 好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第三针 四 五 五个短针勾好之后到第一个拐角处 取下七针扣 勾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还是这个孔勾一个短针 好 那到正方形的这条边 我们勾十个短针 大家可以对比这个上一圈 第五圈哈 这个针数呢又增加两针了 是这样一个递增的一个规律 那接着下一针里穿过去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角处取下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还是这个孔 勾一个短针 好 到这条边 十个短针 正方形的每条边 它这个帧数都是一样的 第二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取下这个俏扣 到这个孔眼里勾 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然后一个短针 到这条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最后一个拐角 取下短针 穿到这个孔眼里勾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一个短针 这一圈结尾呢 剩五个短针 你可以发现五个短针加上开始的 这条边它中间一样的也是十针的 所以你在勾的过程中呢 边勾我们勾的每一条边呢 你自己就可以去检查了 好 取下最后的交扣 勾短针 在最后一针上挂上记要扣 和第一针连接起来 勾引拔 好 完成一圈之后 你可以把织片的形状呢 给它整理一下 勾的时候是拿在手里去经营编织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这就是我们第六圈勾好之后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中间的帧数就是十针了 那接下来第七圈中间的帧数呢 就是十二针 它是这样一个递增的一个规律 那接下来剩下的这个圈数呢 大家就自行的去完成 前面从第一圈一直到第六圈 这里的编织方法呢 已经是比较详细了 勾织的时候呢 我们是学习编织的方法 然后掌握方法去进行编织 好 这里规律呢 已经讲解的是比较详细 就不需要每一圈都这样去进行演示 大家可以参考屏幕双方的这个图写 按照这个先后的顺序 把这个接下来的每一圈呢 进行勾织 我们把这个包底的十一圈勾好之后 然后接下来到第十二圈的时候 给大家讲解这个包身部分的这个编织方法 好 大家这样先把包底部分的十一圈呢 我们这样勾完 剩下的圈数先勾好 现在包底已经勾好 我们来数下这个圈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圈包底勾好之后 可以把这个织片呢整理一下 如果说边上稍微点卷呢 也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十二圈 从第十二圈往上 我们就开始勾这个包身部分了 那包身部分的编织呢 每一圈勾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按照视频讲解 第十二圈勾好之后 那后面的圈数呢 也就掌握了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包身部分的编织规律呢 在勾织的时候 正方形的每条边 居中位置是勾两个短针简针 那这边的居中位置 也是两个短针简针 到这边呢都是一样的 具体呢我们看一下演示 现在呢我们来勾这个第十二圈 首先勾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起立针 那这里呢是这个拼接位置 所以我们是先勾一个短针简针 那取下第一针记号扣 看一下短针简针的勾法 勾针穿到第一针里 然后绕线勾出 勾针上两个线圈 接着勾针再穿到下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针上三个线圈 然后勾针绕线 直接从这三个线圈里 把线勾出来 这个就是短针简针的勾法 我们在这一针上挂上记号扣 就是由原来底边 这两个针目呢 剪完针之后 只剩上面一个针目 少了一针了 这个就是短针简针的勾法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针对针的勾短针 勾到这个拐角处 那下一针里 穿针过去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 第二针 下一针 第三针 这样一针对针的勾短针 四五六七八九 好 九个短针勾好 现在到第一个拐角处 取下这个较扣 那拐角处的勾法呢 和之前都是一样的 穿到这个孔眼里 勾一个短针 然后两个变的针 还是在这个孔的位置呢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这个拐角处呢 就勾好了 现在我们勾到这条边了